我们今天的宣告是出自以色亚书的五十五章十到十一节的 经文这么说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石 使撒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横通 好了 一年忙碌的农家为了收割 农夫一年到头的忙碌就是为了收割 高潮也是收割这个季节 那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在鼠林的领域里头也是这样的 丰收是高潮啊 那神的其他一切的事工啊 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九节当中 耶稣说了一句既简单又重要的话 那这是出自解释麦子和拜子的比喻的 我们只抽出其中一页经文当中的一句话来看看 这里经文说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啊 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了 收割是世界的末了 新的事迹需要走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个高潮就是收割 在庄稼被收进来之前呢 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发生的 我们不准备讲每一件事了 但是我想要在这里特别提一件事情 那就是雅各书的第五章 七到八节当中提到的 经文说 弟兄们啊 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 看啊 农夫忍耐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 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尽了 好了 你可以看到收割是与主的再来是同步的 他们是不可分割的连在一起的了 主会在收割结束的时候再来 在这雅各提醒我们要忍耐哦 对我们来说 最难的一件事之一就是忍耐咯 多年来神在没有耐心这件事情上啊 多次的对付了我呀 我就在这方面呢 有许多功课 去经历 去学习 去操练的 忍耐 他向我只是没有耐心 是骄傲的一种表现的形式 是期待事情按照我的方式 而不是按照神的方式去发展 我虽然不是忍耐的榜样 不过显然是要比我十年前啊 要学会忍耐多了 但是雅各指出收割之前 必须先有秋雨和春雨 以色列的经济要求两种雨水要齐备的 才能够使丰收成为事实 如果没有秋雨 或者没有春雨呢 就没有丰收了 第一季节的雨水 使这个土量比较松软了 那么第二季节的雨水呢 使种子发芽 雅各说在鼠林上啊 也是一样的 在收割之前 我们必须要有秋雨春雨 秋雨一般是在九月或十月降下的 那就指的是以色列那个地方了 春雨一般在三月或四月的时候降下来的 那之后 那就是很快速的进入收割的季节了 我们从圣经里头许多经文就知道了 秋雨和春雨是指的圣灵的浇灌 这个世代是以圣灵大大浇灌开始的 它也要以圣灵大大浇灌而结束了 在这个浇灌发生之前 是没有收割可谈的 这就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了 也就是从生命迹起 一直贯穿了整本圣经 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啊 请仔细的听 雨水降下是为了收割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 圣灵的浇灌是为了收割的话 我们就会迷失了神的意图 有两类领受圣灵的人 一类是领受了圣灵的浇灌 却不知道它的用途 只是单单的用在成立祝福自己的小小属灵俱乐部里头 那么另外一类啊 是理解这雨水的用途是为了要收割的 他们是那些改变世界的人 但这些人呢 却是少数 可惜的是 大部分领受圣灵的人 却没有意识到 为什么圣灵浇灌下来 那结果我们迷失了神的真正的目的 基督教在本质上 变成了以自我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了 神会为我们做什么呢 我能从神那儿得到什么呢 这是对福音的完全的扭曲啊 真正的问题是 我能为神做什么 神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们教导人就说了 神会满足你的需要的 以此来鼓励对方 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人来归向神 感谢神 祂的确满足我们的需要 但是那不是福音的至高的目的 福音的至高目的 是使我们成为神国的器皿 不是神为我们做什么 而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 我们为神做了什么呢 你能够回答吗 我时常思想使徒保罗的生涯 我相信他取得的巨大成功 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当他最初遇见主的时候 他问了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主啊你是谁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要我做什么 能够正确回答的两个问题的人呢 是那些可以改变世界的人 你有没有问过主 你是谁呢 然后你有没有问过说 你要我做什么呢 总的来说 现代人领别人信主的时候啊 我们会告诉他们说 一切都会怎么样怎么样好的 以及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切都是好的 那并不是神对待保罗的方式哦 他拆拍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 去到保罗那儿 因为他眼睛瞎了嘛 要为他祷告 主说去告诉他 为了我的名 他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今天有多少人是这样对待新信徒的呢 可见 今天教会的一大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把神放在他应该有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 天文学历史上 起先有一个人教导说 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 那后来另外一位名叫哥白尼列出来说了 不对 你错了 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基督徒有两种啊 有些以为耶稣是绕着我们和我们的需要转 另外一些就意识到啊 我们是绕着耶稣转的 不是我想要什么 而是他 也就是我们的主 想要什么 不是他要为我们做什么 而是我要为他做什么 其实现代基督徒需要一种觉醒啊 因为我们把焦点给弄错了 我们对神 对福音 对神的国有一个很模糊的 不正确的看法 我们必须要改变过来 必须要改变 特别是要意识到 雨水是为了收割而赐下的 记住 雨水是为收割而赐下的 也就是说 焦灌是为了收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